哈喽大家 现在是周三下午的 马上四点了 我马上就要去考试了 我现在在这个DRE 就是美国的算房地产管理局 我报名参加这个房地产经济的考试 一会儿四点半 然后他说要提前30分钟来check in 那我就考完再跟大家汇报吧 要考三个小时150道题 考出来可能已经天就黑了 大家wish me good luck 希望我一次考试吧 finger close ok talk later 就是这里了 1号 门口有一些人在等 我估计都是来考试的 而且看到好多中国人 网上写的是提前半个小时来 然后我看说如果来得早的话 他check in了 你就可以提前开始考 所以我现在是3点50 还有10分钟 等一下 我现在上楼了 我现在刚刚考完出来了 现在是6点12 我用了两个两个多小时 还剩一个多小时 我就没检查 急着上厕所 然后result他在这给我封起来了 说我离开了这个建筑再能看 我现在也不知道我考过了没有 要没有检查 而且我门怎么打不开 push 好吧 好紧张啊 回车里看一下 考过了没有 回到车里了 我们拆结果吧 准备好了吗你们 我得俩手 ok把你们放哪呢 ok准备拆了 oh my god 我好紧张啊 我还是靠不过 快再靠一次 let's see 我不紧张我不紧张 ok Congratulations 过了 有空还反 Good job Good job for me 好累啊 这整个考试过程特别的 怎么说 特别的熬人 还好一次过了 因为我考之前 我现在脑子有点空白 因为我在那里面待时间太长了 而且是戴着口罩 就是有点缺氧 在那里面考了 现在是 我是四点 四点十分进去的吧 我是第一个进去 第一个出来的 就是你要提前进 你可以提前半个小时进去 然后 就是你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外面的一个locker里面就进去 它整个那个系统还是很严的 就是它 一个电脑是平着放在台子上 上面有一块玻璃 然后旁边是有隔板 它给你有一个白板 就是那种可以图写的白板 然后一个非常简单的计算器 然后就在那里做 反正 低头看得我脖子疼 你一直得这种朝下看嘛 因为如果是立起来 它可能是怕你作弊什么的 然后进去还要检查你的手腕呀 然后裤兜啊 就这些 如果是大衣的话 我后面 因为我穿的 我就是天天考试嘛 我就知道要穿一个长袖 然后不能穿外套 这样它还要检查 有个女孩就有好多口袋 就当场在那脱衣服什么的 就跟机场安检似的 然后走的时候还要看你的手腕什么的 就是没有带东西出来 然后给了我这个钉上的纸 他跟我说在楼里面一定不能拆 要出了那个楼才能开 好开心呢 一次考过了 我可以过个好年了 这周 这周日我就要出去度假了 Mexico I'm coming 耶 喂 收 欢迎回到我们的第二现场 现在呢 其实距离我考试已经过去了三天了 现在已经是周六了 但是我明天就要出去玩了 所以说还是决定跟大家把这个视频录出来 因为考完以后 也有很多小伙伴过来问我 就是 你考过了没有啊 然后难不难呀 都考点什么呀 之类的 所以说我还是决定 就是通过视频跟大家汇报交代一下 如果说你没有考试呢 就是出于好奇 也可以了解一下 美国或者加州的这个房地产经纪人的体系啊 考试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 如果说你正在备考呢 可能这个视频对你也会有一些帮助 我没有准备啊 就是比较随意就是闲聊的 我就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基本的要求 对于这个candidate 然后你这个考些什么 怎么样备考 然后为什么会去考这个考试 OK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 第一点呢 就是先说一下这个房地产经纪的这个申请人 他的基本的要求 一共就是有以下三点 第一就是你得年满18岁 第二呢 你不能有任何的这个犯罪背景的前科 第三点呢 就是你需要有一个加州的驾照 或者是证明你身份的东西 他之前是要求你必须是美国的公民 或者绿卡持有者 但是现在好像已经把这个requirement给取消了 就如果你是加州的本地居民 你拿着那个驾照就可以了 基本上成年人都是qualify的 所以说没有什么门槛对于考这个考试 第二个呢 就是他考点什么 像在美国呀 他这个房地产经纪是有两种执照 一个是salesperson的license 一个叫broker的license 就是salesperson呢 就相当于一个经济 就是你拿了这个证 你就可以参与买卖交易 然后帮人家管理租赁 就是所有的这些 但是呢 你必须要挂靠在某一个broker的这个公司下面 但是如果你有这个broker的license呢 你就可以自己开公司 然后自己去雇别人 雇别的agent来帮你 就是做sales 就是可以指导别人 所有的人如果是没有经验的话 都必须先拿这个saleslicense 然后你就是practice工作满两年 就是有两年的full time是交易的 或者是你是part time 因为有的人会有一个本职工作 然后就是兼职做这个 那这样好像他说的是 我记得是五年吧 然后accumulate等于就是两年全职的话 也是可以再去申请这个broker的这个exam 然后这是两个不同的考试 你都是需要先通过考试 然后再拿到你的这个执照的 然后我参加的这个就是sales嘛 因为我之前是没有license的 这个salesperson的license呢 一共是三个小时150道题 然后有三门课 这三门课呢 一个是real estate principal 一个是real estate practice 然后和另外一个你自己选修的 它可以是finance啊 可以是accounting啊 然后可以是什么tax啊之类的 在你参加考试之前呢 这三门课你需要在一个这个real estate的 这种training的学校来拿到一个节课的证书 就是这三门你要参加三次结业考试 这个呢你可以在这种普通的大学里面 比如说community college或者是university里面 选到这个real estate的课程 如果说你像我一样已经上完学了 就是单纯的想参加这个考试的话 那它外面有很多这种training school 有的是就in-person的 有的是online的 然后你去报名参加它的这个课程 然后参加它的考试 那以后它会给你一个这种print的这个 这个结业证 然后拿着这三个三门课的结业证 然后去申请就可以参加考试了 参加这个考试的这个培训课程呢 说实话我没有什么推荐的这种training school给大家 因为我觉得我选的那个不是很理想 而且我认为这个不太重要 就是你选哪一个都无所谓 只要它是这个state认证的这些学校都是可以的 我就建议大家哪个便宜选哪个 就是网上的那些都可以 但是这个教材挺重要的 就是因为它是两门必修一门选修嘛 那你选修大家选的都不一样 所以它考的时候也就是带过 它不会重点考 主要就是这个principle和这个practice这两门课 我其实在网上就是把比较popular的这些教材 就是这种出版商和作者的教材 其实都买了一套 然后我就是看了一下 我选择了那个 我手边没有 我会把它放在这个屏幕这里给大家看 就这两本书我认为是逻辑最好 总结最好 也最容易读懂的 所以我就把那些退了 然后看了这两本 所以说我认为就是看这两个书 然后随便选一个学校 只要它能最后让你参加考试 就是OK的 我看下来准备了多久呢 其实因为我觉得我是有就是practice背景的嘛 我只是没有系统的去学习过 我当时以为我一报名 然后我看一下我就可以直接去考的 但是其实不是的 因为它说的是要你三门 这三门课呀 是三门大学的四个学分的equivalent的课 所以它有一个就是这个minimum的hour requirement 就是每一门课你要至少花多长时间课时在上面 即便是你可以直接去考试 它也不会让你直接去考试 所以说从报名到你可以考试三门课 最快最快是54天 所以说对于那种像跟我一样 只是想去把这个试考了 然后就觉得不太需要准备的人 你要提前做计划 不然的话呢 你就是还要等 我大概是8月中旬 8月底的时候 对就8月中旬我报了这个名 然后呢 等到9月份的时候才考了试 9月份考完它这个节课考试以后 你要去打指纹 然后把打的指纹和你这三个结业考试 和它一个申请表 放在一个信封里面 寄给这个DRE就是这个房管局 然后呢 它要review你的所有东西 check你所有的这些申请材料 然后它会通知你 你可以去来参加考试了 然后再在网上去约这个考试 所以说这中间耽误了我很长的时间 就是你寄材料 它省又要一个月的时间 然后呢加州尤其是洛杉矶这个地方 考试特别的火爆 就是根本约不到位置 我是10月份就是收到那个通知告诉我是可以去考了吗 然后我约到了明年1月3号的一个考场的位置 因为我也不想开车到别的城市去 就是最近的要么就是San Diego 要么就是Sacramento其实对我来说都要就是两三个小时的车程 我不想就是开过去专门我也考个试 我就约到了就是洛杉矶本地的1月份的 但是后来我每天就去刷它那个系统 然后就刷到了一个12月1号的 我就赶紧把它就是调过来了 不然我觉得我要是有一个考试悬在头上 我就很难出去玩啊 然后就是过一个好年 you know 就想赶紧把它考了 所以说整个我从开始要考到备考 就是考完一共花了从8月份到12月份 是大概四个月的时间 所以如果你每一步都就是压缩的很满的话 那可能三个月最快你可以把它考出来 因为54天的课程 然后呢一个月左右的这个审理时间 然后审理到如果说你马上能约到 那就是三个月 所以说最短最短三个月 你可以把这个证给考出来 最后呢再来跟大家说一说 我为什么决定去考这个房产经纪人的执照 其实呀我一直都有这个打算 因为我自己一直在买这个投资房嘛 然后所以说从一开始的时候 我就有这个计划 因为我的目标就是买30套这个出租房 然后把贷款都供出来 这样子的话你想啊 就是每个月每一天你都有房租到账 是不是很爽 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个目标 所以说这是一个我一直计划要做的事情 就是at some point I will do it 但是呢之前由于一直就是工作比较忙 我就没有把这个事提倡日程 而且我也没有很认真的去了解它 然后大概就去年的时候吧 我date了一个这个就是 这边的房地产商 就是建商 他又是建商又是律师 然后又自己做经纪 然后又做那个什么家具 反正就是一条龙服务 他和他家人就是是这边的 做了很久的 就因为刚开始见面的时候 他也并不知道我就是投资有房子 或者出租什么的 但是就聊的过程中 他就发现 为什么这些就是这种房地产里面的术语 term你都懂 而且我都能跟他就是对上 然后他就问我 我就说啊 其实我自己有在做这个投资 做出租什么的 然后后来我就熟了以后 我就问他嘛 我说那这个证怎么考呀 你觉得有没有必要啊 然后什么之类之类的 然后他就说我觉得 你挺适合做这个的 你就是挺能逆勾谁的 挺能说的 然后关键是这些东西你也都懂了 其实就是把它系统化的学一下 然后他就告诉我了这个过程 然后怎么怎么样 这个事情属于第二次吧 就是加强了我的一个印象 而且我觉得像他这么资深的 如果觉得我能把这个事情 就是不光是自己做 他觉得就是作为一个agent 我也是可以做的很好的 那如果他都觉得我能做好 我也觉得我可以 那我应该大概率就是可以 而且我这个人嘛 我拍视频大家应该也看出来了 就是我自己相信什么的东西 我就会说 而且我很希望share给周围的朋友 所以我周围的人听我说多了呢 也都就是希望买房子 然后来投资 来升职这样出租 所以说他们就希望我能帮他们买 然后来管 但是我没有证 在美国没有证 是不能做这个的 违法的 然后anyway他们就push我 说你赶紧考赶紧考 然后我就说okok I will do it 反正一般事情就是 我有一个想法 到我真的去做一般 都会有三个这个事情来加强 然后到了第三次 我就觉得我真的是应该把它落实了 所以说我就报名 然后把它考了出来 嘿Saki Saki跑来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我去考了这个试 然后非常开心 一次考过了 恭喜我自己 也感谢催我的 和一直等着我考证的朋友们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一起买买买了 那么这个视频呢 以后可能有机会我也会更多的分享一些 关于房地产投资呀 然后交易呀 管理呀 各方面的这种小技巧 然后以后带朋友出去看房子 包括我自己去看房子 也会拍给大家看 现在我是考到正了嘛 然后就是马上就过Christmas了 我也没有太push的去 就是去直接开始 所有的这些可能都要等到过完新年以后了 现在我是需要找一个这个broker去affiliate 就是挂靠他们或者加入他们 其实我做了很多功课 我也有一个list 就是我认为比较好的 我希望可以跟他们一起合作的 到时候如果我选定了 我会再来跟大家汇报 OK 那这期视频就先这样吧 如果有看我视频的观众朋友 对于投资加州房地产 有想法或者你有需求 都可以联系我视频下方留言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先这样吧 接下来的两期vlog呢 或者是接下来两周 可能都会放我出去玩的这个墨西哥旅游vlog 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那我们就下期节目见吧 大家拜拜